大家好,我是樂寫阿傑黃世傑 歡迎您收看樂寫阿傑頻道 今天樂寫阿傑重陸陸時間 要跟大家來分享一個蠻棒的方法 在臉書上面跟大家聊到三個字 水胎床 那很多朋友就問我什麼叫水胎床 其實我們常常會拆側牙 這就是側牙,剛拆下來 拆了側牙以後如果不趕快先綁個路球 或者是盆直或者是乾脆上板 那你要怎麼去管理呢 尤其是現在夏天真的非常炎熱 如果你放任不管它或者只是隨便上個板 有可能這個側牙它的根系沒有很健全 吸不到水就掛了 所以我後來一直喜歡用一個水胎床的概念 什麼叫水胎床 如果你今天把側牙綁好了 一顆球或者是盆子 但是放在環境的空間裡面有可能很通風 這樣通風會帶走水氣 如果會發生一個問題 糟糕 我的水胎很快就乾掉了 像我去年常出外景 一回到家 怎麼我的側牙死了一片 因為它的濕度沒有辦法控制在一個狀態下面 所以在這邊給大家一個建議 你要準備水胎床 先準備一個這樣的東西 這是一個充滿洞洞的什麼 籃子 這個置物籃其實你到 這個一個買到應該是50塊以內 50塊或60塊以內 這蠻好用的 那怎麼做 非常簡單 今天的影片大家看完 你這影片到底是來搞笑的嗎 來 籃子準備好以後 我覺得至少要有一個高度 這個高度是至少5公分以上 那10公分更好 高有個好處就是可以把水氣圍在裡面 那再來就是一定要充滿洞洞 這樣它才會透氣 再來就是準備非常多的水胎 就像現在這樣 把水胎放進來 一把一把大把的放 一點都不要客氣 放得滿滿的 好 基本上三把我就已經把它抓滿了 放完以後 稍微把水胎鋪平一下 好水胎床完成了 這就是我所謂水胎床 為什麼要水胎床呢 因為水胎你泡完水以後 它會吸很多的水 它基本上能維持一定的濕度 再來就是 你的側牙 拿起來以後 假設你真的沒有空 水胎床厚一點沒關係 把你的側牙做一件事情 挖個洞 就這樣塞進去 旁邊的水胎再稍微埋一下 這就是水胎床的概念 比如說上盆的 在上盆你還是要擔心它太乾 或者是濕度沒辦法保持那也一樣 水胎床就放著就好 前幾天挖的 通通都可以這樣放著 這樣放著 你每天只要做一件事情 把水胎床礁濕 水漏下去以後 水胎還是維持一個 足夠的濕度 這樣就可以讓你的側牙 在上面安安穩的活一段時間 那我們來看另外一個 我放很久的水胎床 這已經放到一個狀態了 各位可以看到長滿很多青胎 這水胎床 已經當它的根隙都已經下去了 這個側牙扒完以後 就丟在上面沒有理它 然後它的根隙就直接在水胎床裡面長出來了 這樣直接上盆就好 根隙長出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像這一顆也是 哇塞 它把整個水胎都拿起來了 因為它的根隙長很下去了 所以各位 水胎床是非常好用的一個小道具 假設你拔了側牙 你又擔心側牙不好照顧 或者你有很多重死側牙的經驗 那我會建議 先準備一個水胎床吧 一樣放在明亮通風的空間裡面 水胎床或許可以幫助你 達成 讓側牙好好活下去的一個 好方法 對啊 這邊為什麼又有一個小側牙 還是自己長出來的 你看它的根隙已經整個扒在一起 天啊 完美的水胎床 大一點高一點 水胎厚一點 每天澆個水 讓它透氣 讓水可以漏下去 那就是一個很棒的一個照顧方式 今天樂小夏節重鹿鹿的時間 非常快也非常簡單 那希望各位看完以後 可以有更多的發想 把你的方法分享給大家 希望你的鹿鹿長得很漂亮 長得很好 喜歡我的影片 別忘了訂閱按讚小鈴鐺 還有分享給更多人 讓大家都把鹿角角做好 火鍵 火鍵 右邊 火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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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